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即便这样子我们在那个社区里面 我们还是看到很多的在地其劳 很多的专家抉择 为了环境 为了他们的社区 他们不断地在努力奔走当中 那也看到有新一代的年轻人 投入了社区的营造 那我们希望能够过这样子的报导 让更多人能够知道环境永续的重要 社区营造的重要 曾旭白先生新闻奖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奖 成立以来备受新闻界重视 也有许多企业加入 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也征设媒体素养奖 提供给制作出优秀媒体素养作品的新闻从业人员 推广求真的媒体时代 现在可能AI生成的这个文字内容 影音 突变的 不仅真讲难辨 有的时候甚至它的传播速度 比我们正规的新闻来得还快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媒体素养 已经变成一个全民必要的基础教育 那所以我们跟曾旭白新闻奖基金会 共同设立了这个媒体素养的奖项 其实最主要就是 这个也是全台湾第一个为新闻工作者 设立的这个媒体素养奖项 其实我们最希望是 能够期待更多的媒体同业 能够一同参与 一同来关心台湾这个媒体素养的提升 我们有更多越来越多复杂的 更多的一种传播的形式的 甚至网络上的一种传播方式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曾旭白新闻奖也广邀一间企业的 大家也热心公益的 愿意来支持的 大家广邀大家来 就是提供各种新闻奖项 来让第一线媒体的工作者 他们有更多的精神的支持力量 那今年我们收到了作品非常多 其实每年都是创新高 我看了一下我们有收到445件的作品 那入围总共只有38件 所以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那每年我都会把这些作品 留给了 留来当我的教材 然后在座有一些是我教过的学生 然后我们不仅在学校学习这些优秀的作品的技巧 然后我们也看着优秀记者的身影 然后学习大家认真工作的态度 然后得到非常好的启发 素有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美誉的 曾旭白先生新闻奖 最初设立的公共服务报导奖 产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基本要素 并持维护公共利益 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力 参赛作品也呈现当代多元新闻面貌 协助读者解读复杂的新闻议题 读懂大环境的趋势与影响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卫福部健保署长石崇良宣布 自费高达上千万元的CART细胞免疫治疗 有条件的纳入暂时性支付清单 是健保首次给付细胞治疗 用于血癌及大B细胞领胞癌治疗的 CART细胞免疫治疗法 一号起拿入健保给付 健保署长石崇良预估每年将有100名患者 社会健保将采为期两年的暂时性支付 每位病患的药价高达819万元 预估健保每年须易住约8亿元 那过去三年 每年在肃心领主持的癌症论坛高峰会 我都主讲咖啡 但是那时候我都跟红主持人相望叹气 就是说这么昂贵的火的细胞药物 健保真的肯给付吗 但是呢 我也来自慈悸 就是我们真人向人 一直勉励的 有变就有利 愿望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那这期间呢 我们两个学会呢 以及癌症希望基金会呢 也不停在署长耳朵旁边敲鞭鼓 那终于咯 昨天10月1号 就是健保 10月1号 就已经健保几副卡提了 就是提马拉这个产品 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细胞产品 那真的是令人感恩 令人赞叹 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场电影 是慧德胜导演 那么拍了一部 这个类似像纪录片的电影 叫做BIG 那这部电影是在描述六个 迷癌的小朋友 那么同住在癌症的病房里面 那么六个感动的故事 那这里面呢 当然我昨天手帕都湿了 真的是很感动 但是呢 中间有一位小女孩 她是主角之一 她很勇敢 她就是白血病的患者 她经过了化学治疗 几次的化学治疗没有效果 也历经了骨髓移植 好不容易得到了骨髓移植 也经历了这些骨髓移植之后的这些反应 但是最后骨髓移植失败了 所以她最后留下了遗憾 留下了给家庭跟父母的遗憾 离开了 但是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 那她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卡提 这个卡提可以为这个故事 创造希的篇章 所以我昨天就跟魏导讲 说如果你这个片子 下次再拍的时候 我们有卡提 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小女孩可以打败 这个白血病的恶魔 所以我要借这个记者会 第一个要先 谢谢的是我们在座的所有各位 以及所有我们全国的同胞 因为大家出的健保费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真的是要谢谢大家 所以第一个要感谢的是 我们所有缴了健保费的 所有的台湾的民众 那但是呢 这个给付呢 我想第二个要 我要说的是 这个给付不是 简单的像一个药物这样 因为这个卡提的治疗 它当然是带来了 我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蓝字型的 或土水移植失败的 这些白血病 或者是弥漫性大细胞 黎巴癌的这个病人 新的希望 很新的治疗 不错的一个结果 不过呢 它不是单纯像 我们平常打抗生素 或者是打疫苗这么简单 那么它需要的是 从采细胞的过程的 这整个环境跟流程 需要确保它的品质跟安全 同时它还要经过运输 以目前来讲 它还需要送到国外去 做细胞的培养 然后呢 它还要再送回到台湾 当然它要送回台湾 只要确认 这一个细胞素是足够的活性 然后打到这个病人身体里面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已经不是它原本自己的T细胞了 它是已经经过了编辑修饰过的T细胞 它当然具有杀癌的效果 但是它也会引起其他生理的反应 比如说像免疫风暴 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照顾 它需要的是整个这个医疗的水准跟品质的提升 所以今天这个药物的给付 那么带来的是 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 再往上提升的一层 全胎现有七家医院提供疗程 包含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癌医中心分院 林寇长庚医院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台中荣仲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花莲慈吉医院 其实细胞治疗对于医疗团队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那老实在讲并不是教育信念 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做 其实远远在大概一年多之前 它一直包含在医院端 你必须有相当多医院行政的配合 然后还有包含人员的教育信念 其实我们就已经展开了 那为了这个卡帝的治疗 其实大家知道卡帝治疗 其实基本上必须把细胞从病人身上取出 那这个过程其实有点点像原料药的提早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原料药假如它的规格是不行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行 所以并不仅仅是training 而且医院需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品质认证 那这件事情其实厂商也必须要来做认证 还有认证你做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符合他们的规格 它拿回去制造才有意义 不然大家可以想见这么一个昂贵的药物 它如果从原料开始就是一个不合格的 其实你花了那么多的钱 对健保对病人对医院来讲都是一个浪费 所以早在一年多之前 其实各医院就开始陆陆续续 其实两个学会我们就开始 不管是个别或者是合伴 已经有一系列的教育训练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要更强调的是 并不是医师自己一个人而已 还包含医师、药师 因为这个算是用药物来违反的 那另外一个 它必须包含了细胞收集人员、护理师 都要一起合作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这是一个多专科团队的合作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的医疗 讲产业好像有点点 但是的确对医院的系统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challenge 那你像刚才书长跟他报告 他其实就是一个练兵 那他是在细胞治疗 你知道说其实书长从医师师开始 其实就一直相当注意细胞治疗在整个医疗产业的发展 那challenge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模式 如果这个严谨的模式 可以在我们整个系统里面运作成功的话 其实也代表其他的细胞治疗 也可以循着类似或者是说有些修整的模式 能够让他在我们的医疗 对带给病人更多的一个好处 我想说这样子一来据统计 每一年会有将近100位的患者能够受惠 不过你我都知道这绝对不只是100个患者的受惠 而是100个家庭 那这也是癌症西方基金会在过去21年来 我们长期的陪伴了众多的癌友家庭 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可以不必再看到他们因病而穷的悲剧 同时也不会再看到他们因为昂贵的这个治疗费用呢 只能够看着自己看着家人生命被癌细胞慢慢的吞斥 而且呢我特别特别要感恩的是我们在医疗前线的医护人员们 带给我们这么可敬性的一种尖端的医疗 而且我听说刚刚报告的有北中南东全省四个区域的医疗院所 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患者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患者呢 从此就可以无必在东跟西跑 拖着一个很疲惫的病体去求医了 不过健保给付Carty细胞免疫治疗列为两年暂时性支付 期间会评估再决定是否诊实支付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2023台北国际旅展11月3号到6号在南港展览馆艺馆盛大登场 台北馆推出了八大优惠稀客 邀请国内外的游客到台北来一趟冬季浪漫之旅 2023台北国际旅展11月3号到6号在南港展览馆艺馆盛大登场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以冬季台北绚烂之旅为主题 推出台北馆寄出八大优惠稀客 邀请国内外旅客到台北跨年泡汤赏灯 提前规划一趟台北冬季浪漫之旅 像捷运公司的捷运跟Hello Kitty的 这个点名限量的一日票 还有北北七桃的两日三日四日的畅游景点票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亮点 还有到我们的台北馆来呢 也可以来玩我们的叫做蔡登敏的互动活动 来炒热来预告我们2024台北登节 即将要办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跟内容 那另外在这里也有提供温泉的这个优惠泡汤券 还有这个餐券等等的 我想我们的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到台北馆来 一定可以让你这个不需此行 那台北街运因应这个疫后的观光热潮 那我们这次呢特别跟观光传播局一样一起参加这个 ITF这个全年度最大的旅展 那现场有很多的好看 那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台北街运有很多的会员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呢 推出很多宠爱会员的活动 只要来旅展现场就可以换猫兰的一日券 儿乐的这个六次票 然后还有这个冰上乐园的滑冰券 那另外呢 我们这次还有特别跟三立欧合作 推出旅展限定的一日票 那这一次呢 也是我们首次跟日本的东吴铁道合作 责送这个会员限量的这个东京晴空塔的半价优惠券 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都在旅展期间 来台北街运的这个摊位呢 来领好礼 观传局长王秋冬表示 眾所期待的台北最害新年城 2024跨年晚会 今年将打造多元舞台活动 接下来2024台北登节也将在晨西区盛大举办 邀请民众来台北游玩感受台北的多元魅力 台北最害新年城 我们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101的这个烟火之外呢 我们在目前的主舞台 会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歌的演艺人员来进歌热舞 那另外我们今年都增加了四个主题乐园 主题的舞台 这四个主题舞台呢 分别跨越不同年龄层所喜爱的活动 包括老歌演唱等等的 那而且这四个舞台的位置 都能够看到101的烟火 所以我们也鼓励每一个年龄层的朋友 都可以到台北来参加这个跨年活动 可以得到你所喜欢的 也许你喜欢老歌 这里就有老歌 所以欢迎大家到台北来跨年 台北市拥有交通便捷的优势 旅展中也推出许多超优惠的票证 提供民众安排选择 搭配泡汤住宿餐饮优惠 让民众省荷包畅游台北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国际旅展第二天迎来周末假 齐信了大批的民众前来 国内外旅游业者也疯狂祭出好康优惠 像是国人最爱的日本自由行万元有找 韩国知名Jump Show热力四射的演出炒热现场气氛 还有航空公司用飞机涡轮挑起民众出国神经 台北国际旅展第二天现场大批人潮 各个手拿店仔细比较 旅游业者也祭出超杀优惠 像是台湾民众最爱的日本自由行万元有找 还有才宣布开放台湾免签的泰国也是热门选项 因为ITF最主要是我们整年度最大的旅游展览 那除了我们一般团体的第二人者四千之外的优惠活动 那我们旅展现场有特别为下沙很多的一个商品 像我们现在只要那个冲绳机家酒自由行四天三夜的话 我们只要七千九百九十九 旅展现场我们还可以做第二人者两千的一个优惠活动 那我们的一个九州佐贺自由行四天跟五天 这两个出发日期的指定的区间在十一十二月份的话 我们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韩岁 我们旅展现场的话东京自由行最低价是一万两千九百九九 那大阪自由行我们也下沙到我们一万三千九百九九 那近期起来我们泰迁啊 有开始有实施免签证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团体旅游的话 我们旅展现场最低只要一万五游找的一个优惠活动方案 由于这次台北国际旅展是去年十月国境开放后 满周年的首场国际旅展 旅游业者也观察到国人出国旅游 仅恢复至疫情前的八成 因此更是卯足全力 刺激民众消费欲望 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数字来讲的话 在整个今年度的一个旅展的话 ITF的流量还是非常人数非常多 那因为人数多啊 我们今天的一个订单 相较于去年跟今年整年度的一个旅展 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一个效果 我们将近成长了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的一个人数 本次台北国际旅展 总共有1300个摊位餐展 不管是国内外旅游 还是机票住宿 团体或自由行 还有饭店餐券等都应有尽有 民众想捡便宜 可得把握机会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2024总统大选进入倒数 未来要维护选前的治安 警政署在全国同步进行 宿枪扫黑及打炸的行动专案 警方敲开玻璃大门 进入炸气机防压制炸团成员 及查扣相关证物 还有破门攻坚瓦解黑帮组织 及北中南搜索查扣非法枪支 及改造工厂 为了维护选前治安 警政署全国同步进行 宿枪扫黑及打炸行动专案 动员8000多名警力 在专案期间破获多个帮派组织 逮捕412人 查获87支非法枪支 及改造工厂等 我们针对这一波的 等于是枪械工厂部分 立架工厂部分 查获有7处 查获的案件有16件 那有87支非法枪械 看到现场有部分的枪械 另外呢 我们的这些部分呢 我们有获获70件 查获的人数呢 有412个人 那在这个 他们帮派滥鱼为生 活动 经常活动的 或者是 这个为室的处所呢 大概有2354处 针对影响国人生活的诈骗犯罪 刑事局方面也透过情支研判分析 在专案期间破获炸漆水防六件 急速炸击机房 并逮捕炸团成员 这个专案小组是结合我们的 侦查跟我们的业务部分呢 来做一个这个 刑事的分析 那这一次刑事分析 我们这一期大概 将近有10件的刑事 那我们刚刚听到 我们各外刑队 也有根据我们这些刑事呢 有查获呢 这个有6处的水防 有一处的机房 查获的这个 诈骑案件有277件 那有1565个人 那查获的不动产大概有9处 那查获的新台币 大概有18000多万 还有其他的车辆大概16辆 在破获的277件诈骗案中 以假投资约200件最多 刑事局方面 特别说明诈骗集团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避免受骗上当 他会在网路社群上面 来投放假投资的网告 那并且标榜保证获利 五赚不黑 那等到被害人 点击了这个广告之后 那再将被害人加入LINE的好友 那再来加入这个群组当中 并且在群组当中 来做投资的教学 还有分享标准获利的一个情形 那等到被害人 有所心动之后 在右边被害人 来远简下载这个 假投资的APP 那接下来 再指示被害人 将所要投资的这个款项 交给前来面交的车手 或者是 会款到指定的这个账户 那么这个时候 被害人 他很难不知自己已经受骗了 刑事局长周又为表示 警方除了持续速枪扫黑打炸 并利用各行政措施结合相关政府部门 从源头拦阻犯罪 同时推动修正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纳管模篱枪子弹零件 针定功能开枪刑罚 阻断不法改造枪械及唆使开枪行为 以有效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张启腾参访报导 提订不出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捷运和日本卡通公司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周年 结合布丁狗 美乐蒂 酷气额 蛋黄哥 在捷运南京复兴商品馆与大家见面 国际盟教主Hello Kitty出现在捷运南京复兴站 台北捷运公司与日本卡通公司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岁生日 同时推出限定联名商品 也举办见面会让粉丝可以一同合影 因为喜欢Kiki啊 喜欢很久了 家里一堆Kiki 因为我们想要跟Kiki合拍 然后我们大概12点多到吧 锁定娃娃 对 娃娃大小的娃娃 还有悠悠卡 是家里可以用的 然后或者说摆件 就是很多种类啦 我们除了在捷运本业 我们提供更安全 更可靠的捷运系统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旅客 更丰富 以及更活泼的一个搭乘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今年刚好Hello Kitty 今天刚好它生日 我们也是它50周年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也跟它来做一个合作 那这个要谈到就是10年前 当它40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它合作 那在我们猫口缆车那边 我们发行了很多联名的商品 很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 那这一次50周年 我们跟它合作 我们也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商品 那3DO这边 它也特别为了这一次联名限定 有很多单独的一个图案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合作厂商 也开发了66种的一个商品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陆续推出 希望大家都能够会喜欢 我们捷运商品主要是以 捷运的一个严肃 或是捷运的一个意向 然后跟我们的一个伙伴 一同共同来开发 那比较受欢迎的 包括像我们的轨道列车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具等等 那我们也接受这个厂商这边 他们的提案 那提案只要经过我们审核以后 这个就可以在市面上来贩售 联名系列商品包含悠游卡 文件夹 绒猫娃娃及吊饰等 另外也在捷运站设置 梦幻打卡墙公民中拍照 不仅有Hello Kitty 布丁狗 美乐蒂 哭泣儿 和当黄哥 都在闸门区 地板及旅客询问处 等着大家 我们从民国85年3月28开始营运 我们第一年每天只有4万人 我们现在一天可以在大概 最多礼拜五 可以在到236万人 所以各位可以想见 这一下子从4万变到236万 人流就是金流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旅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Hello Kitty的好朋友们 已经还在那边 要等着待会儿要一起参与活动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知道 在这里 这个地方正好是南京复兴站 而且正好在我们的复费居 和非复费居的中间 这里我们后面有一排的商店 Metro Corner 都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台北捷运 安全可靠舒适便捷的一个服务 来给大家做最好的大众因素服务以外 今年我们特地除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项 60多种的联名商品以外 当然今天是先拿出20几种 我们后续还会陆续的推出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三立欧给我们支持 做了一列在淡水线的一个彩绘列车 也跟大家报告 这个我们六大主题的明星 对不对 除了Hello Kitty 是 美乐蒂 是 还有大二狗喜拿 没错 对不对 是的 酷季儿 酷季儿 对不对 还有蛋黄哥 蛋黄哥跟布丁狗 还有一个布丁狗在这边 超可爱的 一共六个 这六个 六大明星呢 会跟大家一起同乐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想过 为什么Kitty它的左耳上有带着一个蝴蝶结呢 这个如果是Hello Kitty的忠实粉丝 应该马上脑海就会冒出这个答案来 其实答案是 这个蝴蝶结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也就是说 Kitty的蝴蝶结 它是代表着人心跟人心的连结 那是串起全世界人跟人之间 人跟地区之间有爱的一个象征 那我们3DO集团在2021年 有新设一个企业的愿景 叫做One Word Connecting Smiles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藉由创造每一个人的笑容 并且透过把这些人的笑容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快乐的环 那从而达到说 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和睦相处 这样的一个企业理念 而我们家Kitty的这一个蝴蝶结 正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含义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回归到现场 台北捷运呢 当然它也不是仅仅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 台北捷运 它同样是连结人与人 人与城市 人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每天我会看到无数的通勤族 来自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那他们搭乘了台北捷运 往来每一个繁荣的城市 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各个城镇里 那或者是搭乘台北捷运回到他们温暖的家 交织出无数的这个温馨而感人的一些故事 那我们非常开心的就是说 今天可以由Kiddy 带着美乐蒂 大儿狗 酷气儿 蛋黄哥 还有一位 大儿狗行啊 布丁狗 这六位三地欧明星家族 那一起让他们可以成为 这个人心的结合 以及有爱安心的一个象征 一起跟着台北捷运 带给更多的乘客们 更欢乐的一个搭乘体验 除了联名商品和捷运站的彩绘装置 也打造梦幻的捷运彩绘列车 在淡水新一线起航 欢迎民众透过捷运APP 掌握列车动态资讯 与可爱卡通明星同游台北 记者问运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抽烟50件食品容器具 及22件循环杯 其中有三件产品标示不符合规定 将依法处清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环 并要求业者将违规的产品回收改正 市面上食品容器循环杯 琳琅满目 为维护民众使用安全 卫生局质量饭店 复应用品店 五金百货商店等处进行抽验 共计抽验50件食品容器具 及22件循环杯 食品容器具品质及循环杯的清洁度 其中三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 将依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环 并命业者将违规产品 限期回收改正 台北市卫生局其实每年都会做 施售食品容器具的一个抽验 那今年也比较特别 我们就配合环保署 也就是Mofo环保局 在推动的环保杯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民众对于它的一个清洗状况的安全 事实上都还有一些疑忆 或者是说非常的关注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专案里面 除了例行在抽验50件的一个食品容器具以外 我们针对于环保局 提供我们就是环保杯政策的相关的品牌 跟通路也抽验了22件循环杯 来确认它的一个清洗的一个安全性 那针对于50件的一个食品容器具的品质 跟22件循环杯的清洁度 在检验的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只是在容器具里面有3件 它的标识是不符规定 那整体的一个抽验来讲的话 因为容器具的抽验 我们大概有23件的一个塑胶类的产品 有6件是容器油淋膜的部分 那有6件是烘焙子 跟调理纸15件是纠缸的部分 那当然依它的属性 我们会做材质的一个鉴别 还有耐热性 还有容器浓出试验 妆痕A等等 那这部分的话 3件标示不合格 有2件是一个水壶跟一个保鲜盒的部分 它是在本体上 没有材质的名称跟耐热的温度 那因为它是重复性使用的一个器具 所以其实外包装拆除之后 这些资讯就会不见 所以依法它事实上要用雕刻或者是打印 或者是设计的方式 要在本体上显示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一件的话是一个 四个左右四个的一个容器 那它的最小贩售的一个包装上是没有制造日期的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会一起相关县市 卫生局这边进行财数 那当然22件的一个循环杯的部分 它的主要来源来自于我们台北市 有合作循环杯政策的13个连锁平台 那我们检验的项目 就针对它的清洗的一个清洁度来看的话 最主要是检验它的淀粉残留物 那脂肪残留物 还有就是晚期本黄酸塩的 APS的一个残留 那在整体的检验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以上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会持续去监测 我们的一个容器具的一个安全 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标识错误 也会要求业者这边要先期下架进行改善 卫生局表示塑胶类食品容器具 耐热温度可能因为不同规格 或经由不同加工方式制成 使得实际耐热温度有所不同 故应以制造商标识为准 消费者应选购标识完整产品 并依照标识事项正确使用 当产品发生破损或裂痕 应立即更换以确保安全与健康 记者李其会台北报道 阳光基金会每年陪伴近400个烧烫商 严损儿家庭走过艰辛的附件历程 为了要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 自信成长重展校园 邀请知性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10岁的西西在10个月大时 因为意外全身30%面积烫伤 伤势片及脖子胸前及肩臂等处 历经三次青创纸皮手术 每次住院长达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她仍然持续重建手术 并到阳光基金会进行复健 直皮手术的青创 青创的手术跟直皮的手术 都要每一次做手术 都要一个多月 住院 住院就要一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 光是青创跟直皮手术的部分 然后她都很努力地去面对 我们的手术就是晚上都会常常都做噩梦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才比较好一点的 之前都会一直做噩梦 因为她是才十个月大的时候 我们很多副理师 治疗师 帮忙做副健 做副健 然后有心理师跟她聊聊天的 她就是基金会的做医疗跟副健的服务 经验都很丰富 其实你跟我分享的梦想是什么好吗 当一位医生 想当一位医生 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当一位医生 赠了钱 可以赠了钱 这个答案我好喜欢 小珍出生时 小腿椅上满是紫青色的胎记 爸妈原本期盼能逐渐消退 但随着成长 小珍脸上的胎记却越变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询问 在阳光基金会补助下进行镭射治疗 历经五次疗程 逐渐改善脸上的胎记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叫做五班 然后说六岁以前很消失 那但是身体是有 身体有在消失 那脸的部分的话 也因为越来越黑 你看他这个脸其实有做 有点搭一点 你可以记住过来 他这个脸其实做了有次的治疗 所以现在比较淡一点 他其实是个很活泼的 看有趣味吗 通小都是很活泼的 他在小一的时候 土壤变得很安静 我们想说是在学校的时候 欺负还是什么 问他他还是都说没有 不过我们过来想一想 可能因为脸上的关系 从小都被人家问说他怎么了 然后你就是说 欸你怎么要打这样 他打蕾式的过程是非常痛啊 你怎么面对的 你看他们讲 我找旁边的医生去聊天 然后转移注意力 这样就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不是痛的时候 有问吗 喜欢痛的时候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一下下可以 你们觉得这张图画的是什么 我阿嬷家的袜子 大象 一个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对 实际上呢 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呢 你可以发现更多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 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阳光基金会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知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小镇非常非常乐观 刚刚有看到 现场还更活泼 他画画的时候 他完全都像英文这样 然后细细也是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来谈论自己的梦想 非常的正向 相对的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会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阳光扶持下的孩子 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事故 他们一定是聪明的事故 而且他们这样非常的善良 就他们即使在生活中 他们面对很多显性的 跟隐性的 不同的 不然讲是恶意 但他其实有些是无心的 但他们呢 都概括承受之后消化掉 他们不会轻易的闪现出来 相对之下呢 我们在他面前显得有点优质 在孩子前面 所以跟他们互动过的中间非常的开心 在阳光精英会有许多的治疗师 心理师跟社工 所以在这方面可以给孩子们一个非常全面的心灵的安全网 我觉得在他们坠落的过程之中 他们知道荣有人在旁边扶持他或者是拖住他 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一次我知道 就是阳光板进入到校园来进行宣导 那让孩子在回归校园的时候 就怎样去创造一个更友善的校园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阳光除了提供由社工心理师跟治疗师 所组成的专业团队来协助他们进行生理复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我们也提供医疗补助 那因为这些烧烧严损孩子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治疗 要做手术然后要长期的复健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他们医疗补助 能够让家庭能够比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度过这个漫长的疗程 那另外当孩子需要进入校园或者是回到校园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就学宣导 最主要是帮助校园的这个师生们能够来认识阳光的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们的以及他们的处境 那帮助我们的烧烧严损孩子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中 能够一样快乐的学习 此外我们颁发奖助学金 从等于说从小学到研究所 其实都有条件来申请我们的奖助学金 希望透过奖助学金的颁发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设立 设计了很多激励的这些活动增加他们的自信 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跟自尊 阳光基金会每年服务约400位烧伤严损额 从前端生理附件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务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支持烧伤严损额 身心理重建服务经费 成为他们背后温暖的力量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松山社区大学与台湾后到社会服务联合会议 举办等录下午茶的活动 由安康高中特教班的学生担任服务员 透过职场体验增进工作技能 也为心智障碍者与社会大众搭起友谊的桥梁 特教班学生来到桌边询问客人要喝什么饮料 接着到餐台前拿取饮料及甜点 再送到客人面前 由台湾后到社会服务联合会发起 每月一次的等录下午茶活动 这回由泛美国际文教基金会 以及松山社区大学 号召百位社大学员与恩友堂教会 为心智障碍者加油打气 其实以来就是说我们当然需要能够帮助这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在做公益的同时 让大家能够去接受他们 所以我们每次安排的活动并不一样 那今年呢比较特别 那其实呢现场也是有很多表演的部分 因为其实他们在表演上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很期望就是说 能跟他们大家一起去互动 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增进他们的自信 还有他们的信心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说他们其实是很 很多人给他很多温暖的 对那像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陈氏小姐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还是会持续的继续支持 活动安排安康高中六位特教班学子 担任服务人员 希望透过实地练习 让孩子熟练校内所学的服务技能 增进与人群互动的自信心 我们今天有六位同学一起过来 那因为今天是假日嘛 那在假日有时候家长的安排上面 会有他的困难 所以我们呢就是去跟家长讨论之后 也请了三位老师过来 然后陪着学生 有六位学生能够参加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在特殊教育 有关教育部的设定的课程 政策上面来讲 安康高中我们的特教班 是属于高中阶段的 所以他们在职业练习上面呢 是有包括校内的练习 跟校外的练习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 特别让我们的孩子们 在职业练习上面 能够能够接触校外 一些职业的训练 那我们期待他们 未来在离开学校之后 他们能够有一份正直的工作 让他们也能够养活他自己 也能够照顾他的家庭 三位刚获选为陈氏小姐的嘉莉 也前来参加意义非凡的 等录下午茶活动 用行动力挺公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玉宇 那我非常的开心呢 今天我们跟陈氏小姐们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 HIGH CUE等录下午茶的活动 那我本身呢 自己也很常办一些公益活动 参与非常多的公益活动 所以呢 希望各位民众们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共襄盛局哦 谢谢 大家好我是许玉宇 很开心呢 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 等录下午茶的活动 因为平常就是 很少能参加到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其实社会上会举办这样子 关怀这样子朋友的 其实就是不多啦 所以很开心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办下去 谢谢 大家好我是庄雨昕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让大众 社会大众 能够关注到这些朋友 然后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活动中还安排 折异乐团带来精彩演出 以及特奥小英雄 点燃希望之火仪式 希望借由这充满意义的活动 为心智障碍者与社会大众 搭起桥梁 传递爱的力量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中华都市更新 全国总会表示 全国屋林超过30年的有500万户 台北市也有超过70万户 显现居住安全不能等 在高峰论坛中 就有多面向 启发全国对居住正义 与安全的重视与关心 恭喜中华都市变积全国总会 十年有成 期间和相关里面的专业人士 用心打造了专业的交流平台 第十届都更新展望论坛展开 就台北市都市再生的推动 公办都更愿景 围绕重建 都更展望等主题来探讨 创造产观学界都更交流 我们这次的论坛 是已经是半地十届 有关这个国家 未来民众对这个围绕都更 我们中华都更总会 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每年举办的一次 今年四大主题 跟往来的主题都不一样 我想这个我们想 大家今天这个活动 往来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国家成立的国家制度中心 这几天来 十屎都跟三个华 全市都到位了 那小基地也能参加重建 加上都市更新 条例的全面关系 现在的各地 可是越来越接 连外岛 马祖 金文 澎湖 地区 也都开始进行老旧都更 都房屋的改建 那么2015年以前 我们台湾总共有534件 那目前我们国内 未来已经达到4283件 已经开工的已经达到77% 所以我们呢 称为围绕都更的教父 内政部华处长 他在执行政府都更 围绕政策上 由他努力深入了解问题 秀啊 克武的坚实啊 才有今天的成绩 我想都市更新 进入到可以展望 其实背后大家的努力 当然怎么样把都更围绕 推动得更广 更顺畅 让大家对未来的改建 越来越有希望 绝对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无论是政府 或者是民间 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 大家也知道这些年来 我们都更和围绕 逐步的成熟 到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大概一年围绕案件 全国大概可以超过800件 都更大概都可以超过80件 而且来大概一年有900多件的 都更加围绕 产观学之间结合起来的那一个量能 更多帮助整个城市环境的改造 所以说无论如何 今天这个题目 都更新展望 其实对政府是莫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 却是民众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好 论坛阐述及讨论 中央及地方都更新政策 让社会各界认识了解 多元都更展望 也协助政府 未来制定相关法规与制度时 能兼具多元声音 提升围绕都更的效益和效率 促进都市永续发展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 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继续支持旅适产业 金融市政府与台铁协商 将火车站南站一楼的广场 作为街舞练习场 市府强调未来将与台铁警方 加强场地维护 希望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对 脚 脚 脚 利落了舞技 在地板上做出超难度的动作 不少热爱街舞的孩子 趁着空档 来到火车站南站一楼广场练习 哦 不错哦 明亮的灯光 还有大面积的玻璃 试验服打造街舞练习空间 和台铁 盐商 利用火车站南站一楼空间 作为青年朋友街舞练习场所 以前我们想说我们同学都会在车站练舞 可是都不会有这种镜子啊 怎么这么贴心 我觉得小朋友有时候有一个空间 然后可以让他们好好的练习是蛮好的 街舞空间的活化主要是让整个这边低度利用空间 可以让这个空间可以再生 所以我们也邀请了 除了用灯光来去做装饰 还有镜面来让街舞有需求的 符合他们需求之外 我们也要请专业的设计师 就是街头的设计师来做一个画 然后就一个HitHub的街头的文化的风格 就比如说有跳舞的风格 还有一些美国街头文化的一个该有的元素 比如说它的字形啊 颜色等等的 这项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圣府这几天请厂商贴上玻璃 即将开放给民众使用 已经有青年朋友迫不及待 来到这里练舞 但却传出有街友向学生搭讪要电话的情形 之后然后可能会有一两个游民坐在那边看 然后一群游民会有过来就是 你知道就是女生在那边跳舞 可能他们会在后面就是这样 眉来眼去看一下看一下 逗一下 最后可能跟着一个女孩子搭讪这样子 那我们现场其实是有所谓设置监视器的画面 那也有请这个入警所以及所谓的警分局 安排所谓的电子哨 以及定时的一个巡查的请务 那这个部分的话将来我想我们也都会 在正式的开放使用之后 针对这个不管是日间或是夜间的使用情况 那我们会再来做一个持续的一个注意 他也表示现场都有多知的监视器 未来会与辖区派出所警民连线 但过去这里是皆有常出没据点 因此环境卫生和安全问题 近期也在网路上引起了讨论 算十点过后我们今天不在这一边练习了 然后如果游民回到这一边来去睡觉或是什么 隔夜的味道可能也都会留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越来越没有让人家觉得这么舒适的时候 因为在整洁上或管理上的时候 那你说大家会愿意来吗 我不晓得 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也跟了铁路警察 以及我们这边的在地的派出所 中的派出所来去做联系 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这边 其实台铁原本就有很多支的监视器 那我们也是可以跟那个警政系统来做合作 希望说可以 除了让他们信念人来在这边 在做活动的时候可以有自身的安全的保护之外 那我们未来也会在这边跟警察合作 来做一个巡逻箱巡逻点 那固定巡逻那也可以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 市政府和台铁强调 未来会加强练习场地的管理 也希望大家一起爱护 这个得来不易的空间 打造街舞运动富裕的基地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现在我们下行为 也不要过 如果你承诺 我相信 不曾经 理想的 需要 想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Nok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3.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4.盗版业者行为 5.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5.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6.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7.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7.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7.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7.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7.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7.有任何的罚则 7.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7.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7.支持影视产业